北都會區的創科發展 當然是香港整體經濟的競爭力如何提升 重要的一步 也都期待這個復原比較大的區域 能夠真的做到產業先行 都做到一個策略性地 推動各種不同產業發展的一個好地方 所以今天這個文件都勾劃了大概 但是其實很需要加快進一步深化 深化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更加具體地在這麼大的土地上 究竟在哪些地方發展什麼產業 相關的配套是怎樣 我們會吸引哪些企業 就這方面的產業來到這個區域裡面 以及在那個 無論是資金 人力 人才 以至 居住 如何 以這些經濟產業 相匹配 使得大家能夠安居樂業 也更加有利在這裏就業創業的 無論是本港的居民 以及新來到的人士 所以這個的確是需要進一步深化的 正如我先前在幾個不同的會議上都提過 你看看 譬如說內地的城市 或者某一些發展區的規劃 他們都真的可以向外很清楚展示到 未來的圖像更是如何 就算在國外其他很多的城市 他們要發展這些新的區域 特別說到創方的話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今天我也不會在這方面糾纏 因為我知道你們繼續在做功夫 不過這個是極為重要的 而且真的事不我遇 這個不能出逃 主要是表達這一點意見 第二個意見 就是其實整個北都的發展 我看到其實現在根本是一個策略性的環評 正在做 就是說你會這麼大復元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住人 哪些地方是經濟活動 哪些類型經濟活動 哪些地方會是濕地公園 哪些地方是郊野公園 其實是你有整體規劃的 不過目前我們那個環評的制度 我們的環評條例 其實是一個項目的環評 我比較擔心的 你已經有這樣的整體的佈局去平衡這個規劃 在這個發展與保育之間 各有所兼顧 但是如果每一步 仍然是用回現在的項目環評的方法 每一段路你都要看看有什麼動植物 有什麼生態 這樣的話 真的抗日持久 跟整個發展的步伐 但是這個是現存的條例 我對這個環評條例都算是熟悉的 但是究竟怎樣在這方面 怎樣解決呢 怎樣做到一個 真正前瞻性地 有發展 也都有保育 兩者兼顧 兩者都做得很好 同時是能夠避免掉下去 我剛才所說的 真的抗日持久 這麼小的環評方法 這個我也想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回答 就自議員提到的環評 我想稍後請主任去補充 最主要是多謝盧議員 你正正點出了 我們現在的顧問報告 或者我們正在做的方向 就是要深化 以及怎樣去具體 把剛才提到的 不論是產業的佈局 他的人才的需求 怎樣去連結他周圍的居住等等 因為我們希望整個北都 將來是一個習優則生活 新興經濟 文化優閒一身的國際創科生成 所以總體這些規劃都是重要的 我們一定會加快 以及深化去做這個研究 請主任去介紹第二部分 盧偉國議員提過 有關於環評的意見 當然剛才議員說得很對 我們整個北都 都是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某些地方 家庭公園 某些地方是保育 當然現在在那個環評制度下 剛才議員也說過 是以一個項目作為基礎 不過其實大家都明白 我們那個項目 又不是一個很小的項目 例如我們剛剛完成了 獲得環保處長批准的 新田科技城的項目 那個是涉及一個 二百多公頃的一個發展 我們在旁邊建議 為了環評的需要 而去加強保育的三寶樹 保育公園 亦都涉及三百多公頃的面積 所以它涉及的一個區域的範圍 其實都是挺廣大的 我們覺得在那個區域裡面 在個別的區域裡面 一個比較大的面積 我們在裡面也能夠做到 發展與保育是平衡 兼顧 那個本身都是重要的 在新田科技城的發展的角度來看 我們都希望 將來新田科技城 除了有產業發展之外 都有一個移人的環境 都有一個保育的 做得好的工作 可以走出來 當將來發展起來的時候 在裡面運作的企業 在裡面工作的人 其實都可以享用到一個 既有城市化發展 亦都有一個 良好的保育的環境 良好的自然的環境 這個本身都是重要的 這個希望可以回應到議員的提問 謝謝